同学们 大家好 这一课呢 我们学习书籍的集字 集字呢 相对来说 笔画比较多啊 是一个偏于复杂一点的自行结构 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看 我们按照几个部分去理解 第一个一 一是什么 炒字头嘛啊 然后那我们也可以讲个为竹字头啊 算数里面是同用的 然后呢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组合起来的 这里是第二部分 然后写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要写紧凑 特别是这种斜向线的这种线呢 很容易就把它写得很散 空间写得很开 其实呢 第三部分是哪里 是下面这个木字啊 这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两个M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这个预约字符号 预约字 是第五部分 我们这样拆分 然后呢 去理解的话 它就要简单很多啊 不然的话 写上去的话 你看这里斜向空间也有 火象空间也有 横向中线的都有啊 它就相对来说 写得比较复杂的话 它就难度是要西数要大一些 好 顶住 往下面走 写右边看左边 空间夹角注意好 顶住 往回带啊 刚刚我说了 要把它写紧凑一点 要写检测一些 顶住 不要超过它 对齐这个轮廓关系去写 好 然后呢 在这个空间轮廓 看仔细 上下横纵线空间要均匀化 顶住往里面走 内页的这种形状写出来 左右写对称 右边也是一样的 那这种斜向线 这种斜向线 最好 空间均匀化 最后 约字符号 包回来 交接点呢 就是在这条弧线 这条弧线的一半 最后的这个手笔处的话 写过来 这个框框写的比较厚重 框框写的比较厚重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笔画适当的轻巧一点 但是呢 我们初学的话就把它写均匀就可以了 总说这些细节要去仔细的去琢磨的话 然后呢就是这样去分析它 然后呢整个字写上去的话 它是什么紧凑的 你看这一块重心我把它画出来 它是团住气的 整个字的话 看上去还是很聚很紧密的这种感受 好 这个字就到这里